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播大雄 乌克兰总参部公布战果 在过去的24小时内,俄军阵亡1070人 被摧毁石门火炮、7辆坦克和13辆装甲车等重装备 俄军连续4天阵亡人数破千 今日之前的单人阵亡人数分别为1280人 1180人、1140人 因为俄军伤兵往往得不到及时的救治 一方面是因为俄方的战地医院确实不给力 另一方面是俄军伤兵得到的重视程度 确实不如对面的乌军高 所以俄军的伤亡比并不是特别高 但是哪怕按照伤亡比2比1来算 俄军伏伤人数已经连续4日破2000 伤亡人数加起来 日减员人数破3000 算上一些俄军阵亡人数并不过千的日子 这种减员水平 俄军越减员人数会达到7万人左右 俄军单越送上战场的新兵人数在2万人 我在之前的文章中提到过 乌军司令扎尔日内曾经认为 21世纪没有哪个正常国家可以承受15万士兵阵亡 而还能继续战斗的 所以他认为之前给俄军造成的伤亡 已经足够让俄方打不下去了 但事实证明 扎尔日内低估了 甚至说是严重低估了俄方对士兵伤亡的承受能力 俄方阵亡人数已经超过33万 但俄方并未出现打不下去的情况 其实用消灭足够多的对方士兵的方法 来迫使对方停战的方法 在理论上讲是肯定管用的 如果不管用 那说明消灭的数字还不够 应该是明晰了这个道理之后 乌军加大了在战场上收割俄军士兵的速度 果然 乌方加快对俄军的杀伤之后 俄军的兵力看起来有些紧张了 12月1日 俄罗斯总统签署了一项法令 将俄武装力量人数扩充15%的幅度 在俄方现有兵力基数的基础上 这个扩军幅度相当于增加17万陆军兵力 俄军总人数将增加到220万人 其中现役130万人 鉴于尼古拉二世的教训 且俄高层已经进行了两次部分队员 在社会上引起相当恐慌 俄方不愿意宣布再次动员 或者进入战争状态 不过俄方的装备已经损失太多了 兵力扩上去 但装备跟不上 在现代战争情况下 可以认为这些兵力就是去送人头的 冷兵器时代 部队人数总有些数量优势 现在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 之前我发过俄罗斯部分新兵训练 已经用上木枪的照片 显然有人无法体面退出 只能继续的下重柱了 下柱越大 如果最后没赢 结果你懂的 看看战场上的消息 赫尔松战场 地内薄荷左岸 乌军已经将俄军对克林基的进攻全部击退了 乌军反攻还抓到了一些俘虏 阿弗迪布卡战场 北翼俄军继续试图进攻 斯塔皮肤村 这次他们又换了新战法 从己方阵地就开始挖壕沟等掩体 一点一点的往前推进 乌军使用无人机现场侦查 发现俄军掩体立即开炸 或者呼叫火炮轰击 这里的进攻再次被打退了 可以认为在几乎透明的战场侦查情况下 这种日俄战争时期被发明的战术 应该不会发挥作用了 交化场以北的森林地带 被俄军攻克了 现在俄军使用滑翔炸弹轰炸交化场 但到目前为止 乌军的阻止 让俄军完全不能接近交化场 参考马里乌布尔钢铁厂 俄军进攻交化场的难度可想而知 要知道现在的俄军相对乌军 可没有当时那种巨大的火力优势了 难以 亚西诺夫斯基一项 已经被打成了一片废墟 现在正在争夺这片废墟 巴姆特战场 北翼的比尔西夫卡方向 俄军推进了大概200米 现在双方仍在战斗 西侧的赫鲁莫夫 俄方虽然宣称占领 但现场实际情况 显示双方各控制了村子的一半 战斗也仍在进行 最激烈战斗发生在南翼 俄军在巴姆特南翼也是没办法 因为他们如果不拼死的顶住 乌军就有可能将这里的阵地 与霍尔利夫卡方向连成一片 那个结果是俄军绝对无法承受的 俄军几乎一个小时发动了一次进攻 周夜不惜 报道巴姆特战况的著名博主 巴姆特恶魔写道 安德里夫卡方向尸横遍野 俄军的尸体在地上堆了好几层 但进攻的俄军对尸体已经麻木了 没有反应了 他们从来都不管地下躺着的伤兵 以及阵亡的跑则 只管疯狂的像潮水一样 踏着尸体冲过来 遭到袭击之后 有人倒下 有人尖叫着退了回去 然后再来 俄军往库九米夫卡方向派了增援部队 因为他们不能承受乌军打穿这里 与霍尔利夫卡会合的后果 霍尔利夫卡方向 俄乌双方炮战继续 乌军的火炮摧毁了 苏米东南方的一个俄军排击炮阵地 现在乌军在霍尔利夫卡西北部的进攻 已经抵达了铁路以东的森林地带 建立前沿阵地 俄军发起了多次反攻 都被乌军挫败 乌东战场11月份 俄军三次宣布拿下马林卡 但都被乌军重新收回 昨天 俄军又在马林卡插上了俄罗斯国旗 但再次被乌军第79旅反攻退了出去 马林卡现在已经被炸成了一片废墟 之前我也发过克林基和安德里夫卡 被炸成一片废墟的照片 战争从来都是残酷的 那些说俄国人是因为对乌克兰心慈手软 没一下杀手才导致战况不利 看看被炸成这样的场景 算哪门子心慈手软 继远东地区的铁路被炸之后 俄罗斯两栅地区的铁路也惨遭炸毁 战场外消息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南称 欧洲国防工业战略应该考虑到乌克兰的军事需求 欧盟预算专员约翰内斯 在10月30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欧盟国家同意向乌克兰提供创纪录的一篮子 财政支持到2027年将提供500优元 挪威政府11月30日宣布 将向乌克兰粮食安全计划捐赠2.5亿挪威卡拉 折合2300万美元 荷兰外交大臣汉克布鲁因斯 斯波特12月1日在北马切顿斯科普里举行的 欧安组织部长理事会上发表演讲时表示 荷兰将在2024年向乌克兰提供25亿欧元的额外援助计划 那些认为荷兰右翼上台之后会动摇对乌支持的可以洗洗碎了 荷兰右翼更反目反难民但不反对援武 事实上由于之前荷兰克基被俄罗斯支持的乌冬武装记录 一直没得到想要的处理结果 对俄只会更强硬 12月1日在北马切顿召开的欧安组织会议上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开始讲话的时候 参会的多位外长纷纷起身离坐 无视他的存在 拉夫罗夫面对几乎空荡荡的会议室 再次坚持念完了手中的稿子 这种情况已经不是第一次出现了 很佩服拉夫罗夫的心理素质 公道自在人心 一国在国际上受欢迎还是受厌弃 说到底是由他自己的所作所为决定的 英国前首相利兹 达拉斯目前在黄盛顿与保守派共和党人 举行了一系列的会议 来说服他们取消对乌坎的援助障碍 他提到了当前的国际局势 并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时候进行了类比提醒 不要重蹈绥靖主义覆辙 当年小胡子吞了奥地利 西方选择让步 他胆子当然更大了 接着又去吞并了捷克斯洛伐克 当时的捷克斯洛伐克兵力精锐 装备精良 只要英法支持捷克抵抗 德国必败无疑 但英法绥靖了 压迫捷克低头 慕尼黑阴谋臭名昭著 他们以为小胡子的野心就此满足 但事实证明他们错了 一次次的冒险 让德国看到了对方的软弱 德国赢得了一次次的成功 这不光没有让德国胃口满足 反而刺激了更大的胃口 最终一场惨烈的世界大战爆发 对恶势力绥靖 以换取苟安的幻想彻底破产 若干年后 先是格鲁基亚 发现违规也没什么大不了嘛 胆子更大了 接着就是克里米亚 以穆克尔为首的西方政客的表现 与当年压迫捷克低头的人 几乎如出一辙 随劲就是示弱 就是在鼓励对方更大的野心 和更冒险的行为 接下来就是乌克兰 而西方一开始的选择也是放弃乌克兰 让泽连斯基逃到国外 组织流亡政府 如果泽连斯基逃走 乌克兰的结局可想而知 这对某人来讲绝对算是极大的成功 他会威望更高 更自信 更愁愁满志 会就此收手 还是激发出更大的胃口 这种情况下 白俄肯定只能先低头 接下来 他如果像当年那位那样 剑指拨揽 会发生什么 不敢想象 很幸运的是 有人拒绝了 让他流亡国外的建议 很幸运的是 这个人死守基辅 打过了俄军最初的三班府 并将战争拖了下来 西方有政客开始醒了 开始有时间反思了 有时间做出调整 他当时真的做出了一个 至关重大的决定 他叫泽连斯基 彼时的乌克兰总统